怪不得不通水呢 这水管里面是啥呀 全都堵死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家庭生活常识 必备技能 电钻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主公小米 经朋友介绍 给这个领导家里面来干些琐碎的小活 第一个就是厨房水槽的下水 大姐说这个地方一直在漏水 如果放水放的太急的话 从排水管喊往出溢水 所以下面一直接了一个盆 那就是经常倒水呗 而且还容易反凑 下水管这个位置 三路十八弯 弯也太多了吧 这样只有一个好处 用不了多久 水管就沉淀物堵死了 而且漏水点还很多 现在我们给它做一个处理 水管这么稍微晃动几下 管道里面这些污垢 全都出来了 PVC管的排水口 距离这个S弯的最高点 大概相差的就是四公分左右 这样水下得太急的话 它走得慢 然后就容易溢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弯呢 给它处理一下 把这个没用 直接给它切掉了 厨房这些弯道里面 只要时间长里面全部都是油泥 而且疏通的时候也不好疏通 所以我们就从S弯的这个位置 直接切掉了 不要了 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水槽下面带这个排水管 太长了 窝了那么大一个油行弯 所以这个管呢 够用就好 多余的给它裁掉 不要了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管截 全部都拆下来 一一做个清洗 哎呀 这就是油泥和头发的组合呀 这种情况下水怎么能好呢 全部都要拆掉吧 这每一件里面绝对都有货呀 不拆不知道 拆了下一条 看看里面全是货 这些污垢主要的沉淀物呢 就是我们经常做饭的那些油 在送着下水到葱的时候就 挂在管壁上 然后越急越厚 之前安装的时候呢 这个密封圈没有密封好 导致这个密封圈的周围呢 会有渗水 这一次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会在胶圈的边上打一圈玻璃胶 这是一个溢水管 这个溢水管里面沉淀物已经沉淀满了 这个白色的这是什么东西 这难道也是油污吗 这个地方打的是玻璃胶 这是不影响拆卸的 在排水管的接口处呢 缠一些生料袋 目的呢 就是密封性好一些 防止它反臭反水 现在先放一坑水 来试一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这样处理完下水的速度明显就快多了 反复测试也没有漏水的痕迹 那么我们这个水槽的活就干完了 再来看一下阳台的晾衣架 晾衣架 这根晾衣杆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另一根 另一根在放的时候呢 就一边不动 另一边动 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从手摇器这个位置啊 找一下原因 跟随镜头往这个位置来看 在手摇器的正上方呢 有一个转角器 从转角器这个位置呢 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这两根钢丝本来是出双入对 互相配合 其中一根你为什么就出轨了呢 今天遇到我 必须得给你俩调节一下 重新放回轨道上 让你俩并接作战 这样不就丝滑了吗 家庭必备小技能 动手能力强的 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再看一下这个手摇器 这边这个钢丝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要把这个钢丝全部都放出来 不然的话 这个钢丝用的时间长就坏掉了 把所有的钢丝全部都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呢 我们拉直了 然后再重新把它收进去 这样这个钢丝就不会那么乱了 这样重新收好的钢丝呢 就像卷轴上的钢丝一样 一圈挨着一圈 好了 现在用起来就非常丝滑了 又修好一个 下一个 卫生间的双盘水龙头 客户反映这个水龙头的水 一直都放出来很小很小 估计是里面水垢水渣子堵了 先要拆掉这个起泡器 但是用手尝试了一下 拧不动 这是客户自己买来的扳手 拆这个起泡器的 他也拆过 我也尝试了一下 拧不动 可能是用的时间太久了 最终还是用了我的大钳子 哎呀呀 没有钳着过滤器 看来还真不行 里面全部都是这些小杂质 这是什么泥沙 还有水垢 如果发现自己家水龙头的水 也变小了 可以拆下来清理清理 装回去看一下效果 经常清理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这个水量就大多了 两个水龙头同时都打开 看隔壁的那个水 是不是就小太多了 拆了把这个也做一个清理 上面小孔的眼都被堵上了 跟客户要了一根针 把这个孔全部给它疏通疏通 各种水龙头的结构不同 有的水龙头起泡器呢 可以在网上逃得到 再到另一个卫生间来看一下 说是经常漏水 先排一下水 看一下漏水点 问题找到了 先拆了看一下具体原因 就是这个密封圈 这当时装的时候 密封圈为什么没有套进去呢 而且是夹在这里含夹断了 同样的密封圈我也没有 但是有办法给它代替 就用生料袋 在这个排水管上多缠几圈 也可以起到一个风水的作用 如果没有生料袋的话 也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找一些其他东西来做代替 但是这些小问题呢 都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遇到的 动手能力强的完全可以自己去解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也就拍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的 记得点赞加关注 米师傅会定期分享更多 生活小常识